全國的觀眾 全國的投資朋友們 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決戰抽馬 你好 我是謝宜文 今天大盤跌了228點 會不會覺得很害怕 事實上你會選股 你會找買點 你會找賣點 你有理論基礎 你一點都不怕 就像昨天很多人講說 老師這個昨天是不是 漲太快 漲太兇了 我說是啊 為什麼 如果就單從成交來看 你當然覺得說 昨天這個量稍微有點大 可是你扣掉台積電 跟外資在台積電上面的交易 事實上那個均量 只是溫和的放大而已 所以你不能只有看 顯現出來的數字而已 你要看到的是什麼 是裡面的實質內容 當然 昨天在謝老師的 LINE上面很多人提問 很精彩 老師台積電還可以再買 老師玉龍還可以再買 老師你說的穩帽 可不可以再買 老師你說的6719的立志 還可以再買 好多類似這樣子的問題 老師 那要等拉回買嗎 還是要直接把它賣掉 這裡要做一點小小的判斷 什麼叫判斷 來 會有不同的解答 會有不同的解讀 老師你昨天講那個東哥遊艇 昨天漲停板 鎖死 今天變跌停板 好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變化 我們等一下用決戰籌碼 跟小小的辨識度 來跟大家去做一些解釋 也有人問說 老師每一檔股票都賺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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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抱歉 我不可能每一檔股票都賺 我是用大賺小賠的方式 我的股票不會超過五檔 可是各位 我也不會說 什麼阿高基啦 什麼什麼單股所單 然後我們全力壓這一檔 我一次就要扛掉這樣 我也不會這樣 我覺得那個都是一個 不是一個正常的現象 那就我學數理 就我學理工科來講 我認為如果都是不正常的現象 那這個現象就不會長久 所以我不去做那樣子的事情 我們平均做分配 所以在我的訊息 在我的抠訊裡面 給會員會有什麼 會有股票的代碼 會有股票 會有價格 那甚至於最後才是最重要的 這個叫最多可以買幾張 我在幫你配置你的資產 懂我的意思嗎 不是說這個買很多 這個就買很少 這個買很多這個買很少 真的有把握的股票 我會在電視上 我會在訊息裡面 會解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那趁這個昨天的熱度 那希望你也可以加入 一起我們的Line 一起來跟我們做討論 那實際上怎麼加入你的Line呢 除了這個螢幕右手邊的部分 有所謂的這個QR Code 另外還有一個ID搜尋的方式 小老鼠HOT888 小老鼠HOT888 你一定要選到正宗的 謝一文謝老師喔 你不要選到有一些 詐騙集團的防茂我的頭像的 什麼是正宗的呢 小老鼠HOT888 再說一次 小老鼠HOT888 你就可以跟謝老師 來一起討論股票 好 我來做舉例囉 老師 台積電可不可以買 各位 台積電可不可以買 台積電可以買 可是昨天不能買 老師為什麼 來 我們看電腦 為什麼昨天不能買 2330的台積電 為什麼昨天不能買 老師 昨天很強啊 各位 如果你學過一些量價關係 你學過一些技術面的東西 就量價理論來看 昨天是近期以來的大量 各位 高點通常伴隨著大量 也就是說 這個大量 這個高點 在近期短期之內 已經開始有點圖窮比線了 所以謝老師昨天在 我的這個網路的測標 我打什麼你知道嗎 台積電543 應該要休息一下了 怎麼今天這麼巧 馬上就拉回來 今天馬上拉回來 大概20塊左右 短線上的量價關係 同時碰頂 那代表的是什麼 極短線的高檔價差已經出現 所以昨天能不能買 昨天能不能買 當然不能買 可是台積電未來會不會創高 我認為是會啦 我甚至於看到 看到六字頭看到七字頭 只要我沒有看到敗相之時 我都會繼續跟你怎麼樣做追蹤 可是各位 昨天那個高檔爆大量能不能買 不能買啦 就好像這裡漲一段休息一下 這裡漲一段休息一下 那你為什麼一定要買在這個 高檔休息之時呢 你為什麼不起頭之時就買 那今天的拉回 我們是不是在等下一次的起頭 可能走第二波 第三波 第三波 一二三四五 隨便你算沒有關係 可是我們等到那個契機出現 再來買嘛 至少講難聽一點 短線上你不會被套牢 第二個 你的資金可以做靈活運用 你不要十手四行倉庫 在等在台積電那裡嘛 所以各位投資沒有 我450幾塊買了台積電 我460幾塊買了台積電 我昨天也先出一趟啊 各位投資有一張賺了快10萬耶 一張賺了快10萬耶 夯不浪當以我的標準下去 我以我的張數下去 跟會員去跟各位講的 去買的那個張數 也差不多快60萬了 短線上的量價高點出現了 先走一趟嘛 先走一趟嘛 有出到大量啊 有背離啦 有爆量啦 至少先出掉一半 或者是出廠就好了 等到下一次的買點出現 要買再來買 各位投資朋友 比如說東哥遊艇 為什麼今天早上要出 老師啊昨天很漂亮 掌停板鎖使一架到底 而且沒有出量 各位今天的早盤預估量太大 今天早盤預估量多少你知道嗎 預估量大概是3萬張 預估量大概是3萬張 各位以這種小型的股票 絕對承受不了 這樣子的預估量 雖然他最後的預估成 他的成交量大概只有一萬三而已 可是各位 早盤交易過於平凡 也就是說所謂的我們專業的術語 叫做周轉率過大 所以一定要先走 你會發現今天還是紅棒 可是就常理判斷來講 短線上今天的早上的這個高點 就是近期的高點 會不會再漲不知道 主力什麼時候還要做 不知道 大股東什麼時候要做 不知道 可是我們可以期待 下一次的買點來臨 懂我的意思嗎 你的買點在於哪裡 三百二 三百三啊 今天的高點在於哪裡 四百三啊 也大概是 也大概是一百塊左右了 所以各位同學朋友 還是要加一點點的判斷 老師為什麼要加判斷呢 絕對的話 沒有辦法直接跟我們講嗎 為什麼呢 絕對存款他不是主力 他只能告訴你 就買張跟賣張來講 就整段的平均成本來講 還有沒有人在裡面 還有沒有大人在裡面 還有沒有錢在裡面 所以你不要有過多的幻想 老師你這個是主力在操盤的 操盤的這個軟體 不是 是完全就數理依據來做判斷 當然還要加上自己的小小的判斷 如果你不會判斷沒有關係 你加入我 你可以不要拿軟體 你加入我 你跟著我做 我用訊息來帶你 就這麼簡單 由憲老師來做判斷好不好 台股近期裡面 最會標的股票是誰 你以為是台積電嗎 錯 其實是這家公司 2230的泰銘 那我曾經在這裡講 跟剛剛講不要追 為什麼 因為這裡也報過大量 這裡也報過大量 可是你看連續兩天 他還是大漲 這代表的是什麼 我們被主力甩叫 我們被主力甩叫 以絕對存款來看 他是不是紅棒 你要賣一半或者是全賣都可以 可是至少你應該做到一點什麼 在這樣大量拉回之時 不應該做追價 不應該去買 哎 老師這樣看起來是錯的 錯沒有關係 少賺沒有關係 為什麼 人家可能買在這裡 人家可能買在這裡 人家可能賣在這裡 可是各位 你有決斷策碼你買在哪裡 底部K字內出現 連續的買臉及加碼臉 市民買進訊號 這時候多少錢 30塊出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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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來到這裡 今天已經來到 今天已經來到49塊 你沒有賣在最高點沒有關係 你賣在這裡 你賣在這裡都沒有關係 至少都還有四次頭 至少都還有四次頭 各位的朋友 還有什麼股票會飆 就決斷策碼來看 2482的連雨 來 月初 1月初或不是2月初 1月初早點出現了買點 你看到今天還都還在創高 那類似這樣的股票 我就不會跟各位介紹 雖然有賺錢 不會跟介紹 不會跟各位介紹的意思是什麼 叫你不要去做追價 為什麼 大家看量就知道了嘛 量價同時到底 而且這個已經算是大量了 這個在我的觀察跟理念來講 這個已經算大量 大家要不要追 對不要追 相反的 你看就知道 相反的222的玉樓 222的玉樓 來這邊的高點 大量在這裡 現在相較來講 量小過高 量小過高 那代表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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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第一次的成本 6567 6567 你第一次的成本6567 現在已經來到82塊 各位好不好賺 應該算蠻好賺的啦 應該算蠻好賺的啦 4768的金城科一樣 底部5KC 現在出現連續的買點已經加碼點 可是怎麼樣 今天也開始來到小波段的高點 可是一樣出了大量 要不要追 當然不要追 我都還要持續跟各位做追蹤 可是各位 6205的全新呢 欸 這個量還沒出來喔 這代表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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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點位健嘛 最好玩的是怎麼樣 我們帶會員的去買一檔股票 哇 這個真的超棒 來電視上都講過喔 我們電視上都講過喔 1月16號過年前喔 1月16號過年前 5258的紅寶 我們說怎麼樣 等待他加碼點出現 我們說怎麼樣 等待他加碼點出現 1月17號還在講喔 1月17號還在講喔 5258的紅寶 今天給各位看好不好 今天給各位看 來進電腦 啊當然要不要追 不要追了啦 不能追了 為什麼 今天量也太大了嘛 不要追了啦 等賣點出現了好不好 今天還有漲停板啊 老師 啊接下來要做什麼股票 接下來當然有股票要做啊 來各位投資朋友 交加的股票 去年賺了5塊多 今年會更多 剛出現買點 接下來還有什麼股票 各位投資朋友 剛出現買點 電動車電池是心臟 這家公司在做心臟的 所以各位投資朋友 不會做投資朋友 想要看軟體的投資朋友 先加入謝一文 謝老師的line好不好 小老鼠 HOT888 小老鼠 HOT888 先加入謝一文的line就對了 我們明天見 謝謝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請供參考 投資人以獨立判斷 現身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